升級傘終於不是為了擋雨 而是為了遮陽 今年端午連假 老天非常賞臉 連續三天都出了大太陽 不過好天氣得把握 因為週二又有封面要來 到了7號到11號這段期間 封面會直接南壓到我們台灣上空 這時候是天氣最不穩定的一段時間 7號到9號的話 封面影響是最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到西半部整天 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情況 受到梅雨滯留封面影響 7號到11號 劇烈天氣變化將帶來大量降雨 多雨會持續到14號 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影響最久的一波 不過降雨也順便帶走門熱天氣 週一開始轉涼 像是北台灣白天高溫約22度 與星期天相差14度 晚上下探19度 不過連續假期出門玩耍 該面對的車潮也逃不了 而平時假日就橫塞的國道5號 北上時速一度剩不到20公里 高東局域谷國以北上苗栗到湖口 西蘿到浦岩 國三北上關西到大溪 草屯到霧峰 國五北上宜蘭到平林 都會出現擁塞的狀況 預計晚間七點以後會逐漸緩解 那今天我們實施北上的雜道封閉措施 在湖尾的部分會封閉到下午七點為止 那浦岩系統跟西濱的北上路口則是封閉到今天的24時 目前國五北上已經開始實施高承載管制 預計持續到晚上九點 不過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車流量比起往年少了一些 光是國道5號就少了5% 各區路況大致上良好 庸路人也能為廉價劃下網美句點 環日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